嗨,大家好,我是歐瑪,今天邀請到我們最美的自助大師執行長,Selvia 嗨,大家好,我是Selvia 我滿好奇說你有什麼樣的契機會進入到這塊領域裡面 原本我大概在三年多前就自己創業,然後那時候做的比較是代理很多國外興趣有趣的產品進來台灣 然後在台灣做家電銷售,那因為產品大概有破千種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很多國外新的一些新科技的家電產品,甚至是智能家電的產品很有意思 然後台灣沒有這樣子的東西,所以我後來就代理了一些比較特別的智能家電的品項 所以應該是因為這樣子,然後開始去了解所謂的智能家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然後就進入這個領域 那像智能家電的部分,因為像這個空間裡面就有很多不一樣的燈光可以這樣自由的變換 然後包含很多你們的家電也都可以用,一台手機就可以完全操控 那那時候你們做這樣子的一個系統整合的部分,你們要整合了哪些東西進來? 主要我們把所有就是現在全世界,不管是歐美或是現在台灣可以用智能方式去操控的這個產品跟家電都有代理跟經銷 那系統的部分其實我們現在是想要接近在這個智能產業的兩大巨頭 就是Apple HomeKit跟Google Home這兩個大的主要的系統上面 所以我們並不是說自己去研發一個很生硬的系統,然後讓消費者來使用 而是直接讓消費者的手機裡面就有的這些智能家庭的系統可以去做更多的運用 然後再看每個消費者他自己的家裡或是說他的辦公室或是說他的一夜場所 比如說餐廳啊、酒吧等等的需要哪些產品 可能是燈或者是像後面的這個自動捲簾 或者是其他智能的開關插座 然後我們去幫他做整個一條網的規劃跟服務這樣子 我覺得好像台灣很多消費者,你覺得他們在智慧局家這件事上面的主要的痛點是什麼? 比如說覺得太貴嗎?還是覺得喔!好高科技有,我可能又不太到 我覺得大部分就是消費者第一個印象是覺得離他太遙遠 離他太遙遠有分兩點 一點就是說他好像覺得用不到,所以離他生活很遙遠 那另外一點就是覺得所費不值這個價格很昂貴 所以他可能想都沒想過原來他也可以用這些東西 那因為我們現在主要的目的是想要把智能家庭這件事情給普及化 然後推廣到每個人的身上 所以其實就像我前面講的 用到這個Apple跟Google的系統的原因就是 這兩個系統其實大家都有 就是手機裡面本來就有了 所以又不用再花額外的錢去買一個更昂貴的系統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在成本上面就差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現在的我們用這個主要Apple跟Google的系統的狀況之下 你只要簡單甚至買一個可能一千塊兩千塊的智能燈 就可以開始享受智能的生活 就可以自動化的去操控或是自動化的調亮暗度 調色溫甚至調不同五顏六色的這個全彩的顏色這樣子 所以其實價格這個部分已經解決了 那很多的消費者會覺得說 我就是勤勞一點用手去開就好了 真的有需要用到智能化嗎?有這麼懶嗎? 那其實我們在智能家庭的領域主要提供的應該可以分成四大面向 就是第一個是方便性 然後再來就是安全 然後最後是健康跟娛樂 娛樂真的就是附加價值啦 但第一個便利性其實 像我自己有時候工作很累會熬夜 熬夜會就是已經躺在床上 然後但是又發現燈忘記關 我真的很懶得跑到對角線去關燈 那手機就在旁邊 或是你叫一聲Hey Siri幫我關燈 就不用起床 或者是像有一些我們的客戶是媽媽 就是她跟我分享說就是 小孩子就是夏天的時候她怕熱 所以她都會在她的床邊放一個電風扇 但是晚上她又怕小孩子冷 然後就會一直幫她蓋被子 那如果有就是智能設定的話 即便媽媽跟小孩可能翻夜三四點都已經入睡 可是我可以預先設定說三點的時候 我就把電風扇給關掉 這樣就沒有這個問題 那還有一個我覺得很值得分享的是 像很多的老年人 她半夜會需要起來上廁所 可是一樣燈通常都在遙遠的門口 那可是晚上就是 烏騎馬黑的 她下床的時候很容易跌倒 可能不能踢到或是辦到什麼東西 所以有一些就是給老年人 或是給爸爸媽媽住的這個房間 我們就會在她的床邊安裝感應的這個燈條 就是當她的腳就是從床上跨下來的時候 這個Sensor感應到然後燈就會自動亮 所以她根本不用去到那邊開燈才看得到 就是她一下好就看得到 那減低了很多就是老年人不小心跌倒 然後有送醫院的這種問題 所以這個我剛才分享到就是 從便利到安全健康的部分 那還有很多 比如說二氧化碳的感測器 或是煙霧感測器 就可以幫助我們去彌補很多 就是家裡可能比較年長的長輩 然後她可能記憶力不太好 所以她常阻放忘記關瓦斯 就產生了很多這樣的失火的案件 那如果今天有一個智能的偵測器 遠在外面工作的小孩 就是有一些意外發生的時候 我的手機會知道 那我就可以馬上的關掉 所以就是在安全健康 其實這個我覺得才是真正就是消費者 一定要開始去意識到智能家庭的 這個好處的地方 那像有一些可能像保原系統啊 他們也有類似這樣的一個就是 安全的智慧系統 那像你們的部分 跟他們有什麼樣的一個區別 一般的就是社區大樓 或是比較大型的這種保全的智能系統 它比較多是整個大環境場域的環控系統 所以它比較難去深入到家家戶戶裡面 然後也比較難去做客製化 比如說它可能就是一套完整的 有監視器有門禁系統 這樣賣給一千個一樣的客戶 它沒有辦法去針對每一個人家裡有需求 我家裡有小孩 然後我有老人 或是我有影音劇院 我想要用很漂亮的飾品式 有很漂亮的燈光效果去做調配 室內設計是它就是可以在一些 裝潢或是軟裝上面去做控制 但其實一個氛圍 就是一個空間的氛圍 除了這些硬體的裝潢之外 很重要的一個元素就是燈光 因為不同的燈光的配色 其實它就像一個藝術一樣 會給人不同的效果 那傳統的這種就是想要變色的燈 大部分它就是一條一個顏色 所以假設你要紅綠藍 就是那個紅綠燈的顏色 你就要三條 可是今天如果用的是 智能的圈菜燈條的話 就是只要一條你可以隨時不同的時間 或是不同的星期去變化 從成本上考量其實是節省蠻多的 然後它也有更多不同可以去碰撞出來的火花 因為一個空間它會安裝很多不同的燈 我們就可以做到給你沙灘般的氛圍 就是看夕陽的感覺 或是造成很明亮的感覺 或是說甚至這個萬聖節的橘色配黑色很恐怖的感覺 或者是一個聖誕節紅綠配都可以做到 對,現在有跟這樣子 就是有什麼樣很有趣的空間 除了酒吧之外 還有什麼樣其他的空間業者 大部分的這種酒吧餐廳 然後還有一個最近很特別的是 它是水煙管 然後這種都需要很多燈光 就是很有趣 因為大家來這邊就是想放鬆 然後燈光的確可以讓人有不同的感受 那還有比較商業的空間 就是比如說商務中心啊 辦公室共享空間這種 都可以做到自動化設備的控制 因為這些商務中心的老闆就是很擔心有問題 就是耗電的問題 可能員工忘記關 冷氣忘記關燈 那其實這種東西開一整個晚上是非常耗電的 那如果可以自動化設置 比如說固定下班時間 或是晚上八點 全部的空間都自動的把燈關掉 不需要員工再去寄了 就是他們要寄的東西已經太多了 那這個東西就交給科技 我們叫做Dr. Home跟自助大師 他就是一個人物的角色 他就是你的貼心小管家 那現在在智能的這個商業領域裡面 大部分的品牌或是說企業 他做的是依樂推廣自己的系統 或者是自己的產品 目前還沒有看到以服務為主的 那其實也不是說沒有競爭對手 而是說我們沒有把這些智能領域的前輩當作競爭對手 而是我們反而是想要協助他去推廣他的產品到消費者 因為他自己推他的產品到消費者 當然是他們本來就在做的事情 但是因為我們更貼近消費者 我們做消費者的規劃師做這個服務 所以反而我們希望很多的就是這些智能產品的前輩可以跟我們合作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也許我們也可以協助到他們 對 所以你剛剛說到就是這個燈光加持的部分 除了剛剛說的商控啊還有就是居家 然後還有甚至一些老人的住宅上面的應用 那像是你們好像也跟一些就是賤賞做搭配嗎 對 這樣的樣品物裡面也是可以實際把你們的東西是使用進去的 對對對因為就是台灣台灣的一般的消費者很注重房子 就是華人文化 那現在的建案其實已經走向了另外一個不同的新的方式 就是所謂的智慧宅 其實過去幾年就一直出現 那一般的智慧宅來說 當然他外面的這個社區的整個環控會用到智能控制之外 現在建商也開始在思考 除了就是智能馬桶、免智馬桶之外 這個家裡面我賣給他這個房子的時候 我還可以提供什麼樣的標配 所以現在也很多建商他在跟我們就是在討論跟在插談 說就是比如說可不可以是原本的開關 或是原本的一些冷氣的這些控制就做改成性能的產品 對 這個部分我們有在一直都在討論當中 那因為建商他蓋好房子要一段時間啦 可能要一年兩年 所以現在有一些跟我們合作的建商 他會先把他的這個樣品屋 先做成智能樣品屋 就可以讓消費者實際去感受說 你住進來的時候會有多方便 就不用再一直跑來跑去 就是很享受的生活 那他的這個智慧宅就有價值的這個價值在 嗯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最美麗的Doctor Home執行家 Selvia為我們做的一系列非常精彩的解說 所以為了大家如果針對就是智慧居家 或者是任何就是這個智慧燈光的問題呢 記得一定要找我們的SelviaDoctor Home喔 那今天就到這邊了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場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喔